很嚴重的情況 我曾經試過自殘身體 聽到一男一女的聲音 說自己做事做得不好 你又跟女朋友分手 你沒用了 你不如死去吧 統計說 香港已知的精神病患者 接近一百萬人 即是說每七個人 就有一個是病患 我當初患病的時候 就2012年開始 其實當時我做廚房工作 因為工作壓力 再加上我跟我女朋友分手 而產生了精神病的困擾 開始有失調、患聽 兩年前 嘉輝走出精神病的陰霾 決定成為蓬佩工作員 用自己的經歷 幫助受精神病困擾的病患 我們不要硬強迫他 自己去承認他只有病 多點主動關心他 有什麼不開心、開心 其實只要多份關懷 但其實他們很容易打開心腸 跟他們說話 在我們的足球隊 我們都建立了七年 很慶幸可以獲得 一個復康本的冠軍 初時接觸球員 他們比較內向 他們都不太出聲 嘉輝很熱心幫助人 而且他們來踢球都很熱衷 到後期他們開始融入後 就會認識新朋友 跟其他球員 好像打成一片很多話題 過程中 我們主要是大家建立一個拳隊 讓他們無法到 雖然是一個康復者 但其實他們還有一份能力 他們可以踢球去玩足球 其實我們人生 其實好像踢球一樣 有時我們可以走前一點 有時可以走後一點 但只要我們去接受 勇於面對這個過程的時候 其實我們康復的路上 是可以好一點的 很感謝我的朋友 他帶了我來東華三院 如果不是他 我想我現在都可能不在這個世界上 會不會很多人 會不會多久 會不會低音 completingamba 一段時間 asmила 聽 exp